忍者龜由四隻基因突變烏龜 所組成的忍者團體 這個故事有風魔萬千的影迷 但這對兄弟都是龜迷 但似龜就不同比龜 他們喜歡購買特別的龜種 最多的是鱷龜 現在大約有100隻 好像縮小玉的哥斯拉 我們很喜歡 身體有殼 頭部粗大 不能夠全部輸入殼裏 尾巴尖長 還有一排鋸子形的尾翅 因為有龜和有鱷魚的特徵 所以叫做鱷龜 不過見到他們都是小心為妙 因為他們在捕食的時候 很狼死 幸好兩兄弟多年來 都沒有被鱷龜咬傷 這隻就是他們最喜歡的鱷龜 2011年買的鱷苗 已經索價一萬元 去年有朋友 開價數十萬 他們都不肯國外 名字由弟弟為傑改 我本身自己三代都是中藥世家 就是我自己也有接觸藥世 但也有接觸很多藥材 他有一種藥材叫做南北行的北行 就是這樣 我就見到我的鱷 就跟這些北行的顏色一樣 和形狀都很像圓圓圓圓 所以我有一天突快 其實就改了這隻北行 除了北行 他們還有其他特別珍貴的鱷 一隻鱷同時出現兩種基因而變特徵 既大有橙色又有白化 鱷鱷兄弟一見即賣 這隻叫白胡子 因為下巴有四根胡蘇 鱷殼又圓又滑的叫波子 是中美洲特有的鱷種 www.歐巴雷 文化 電鱷 超詞 電鱷